经浙时节,正值春节过后,大鱼大肉都已经吃腻了 一定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爽口的小凉菜,凉拌菠菜 好吃又下饭,给我大鱼大肉都不换 要是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 首先准备两块钱一斤的菠菜 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不要钱的长浆水 让菠菜在里面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菠菜里面的虫卵以及脏东西 泡好之后再将菠菜一根一根地给它清洗干净 因为菠菜生长在泥土里 特别脏,所以我们要多清洗几次 然后控水捞出,放在菜板上用刀给它切成长段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金针菇 切成和菠菜一样的长度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去皮之后,先给它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再切点小料 准备一把大蒜 用刀拍扁之后给它剁成蒜末 剁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些干辣椒斜刀给它切成条 放入38粒黑芝麻 浇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食材的香味 调味加盐 鸡精 白糖 松鲜鲜酱油 这款酱油我家常备 它没有任何添加 吃起来都是食材本身的鲜味 再加一大勺的香醋 最后放入香油搅拌均匀 这样一碗万能的凉拌汁就调好了 先放一边备孕 提前烧一锅水 水开之后加一勺食用油 这个是青菜翠绿不变黑的关键 放入胡萝卜丝 煮上一分钟 然后再放入金针菇和菠菜 继续煮上一分钟 煮好之后 控水捞出过一下凉水 这样口感吃起来更好 然后再攥干水分 装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然后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用双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 亲爱的家人们 不知不觉 我都已经分享了 一千多的家常美食教程 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啦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菠菜 在半斤针菇下酒又下饭 特别的好吃入味 没吃过的朋友 一定要在家试一试 保证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里啦 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